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由先带你来看 整合国道客运和部分公车路线的 基隆转运站正式启用 福会首长和立委林佩祥及议员等贵宾 都出席参加启动仪式 祝福转运站营运顺利 造福广大的通勤民众 3 2 1 未来城市基隆先行 基隆转运站正式启用 要请大家掌声鼓励 画面上是基隆转运站启用典礼 市长谢国良 议长佟子伟 副议长杨秀玉 立委林佩祥及多位市议员 还有交通部公路局局长陈文睿 跟基隆市政策推广大使杨宝珍等贵宾 都到场参加启动仪式 交通处长王俊宏等多位市府局处首长也都到现场 共同祝福转运站营运顺利 造福广大的通勤族 过去在转程的这个过程中 无论是炎热的夏天 或寒风刺骨的冬天 大家真的辛苦了 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 还有过去工程留下来的种种缺失 但是市府积极改善 总算在引颈期盼下 让我们曾经有过四次变更设计的基隆转运站 正式启用 现在大家可以在舒服的空间里 等候往台北方向的国道客运 只要往外走到公车亭 就可以转成市区的公车 通往地下道的街舞空间 就可以转成火车 不用再忍受日晒雨淋之苦 希望说国梁市长跟我 还有我们市议会 大家一起努力 把捷运拉过来 把捷运拉过来这边 那这一点的话 刚刚那个我知道交通 其实我必须给我们交通部 跟公路总局一个高度的肯定 因为公路总局二话不说 我们国道客运的补助 所有基隆市国道客运路线的补助 八月底都会到位 所以说那个时候 我就会要求所有的客运路线 要给我加班次 因为我们基隆人 不想在台北等车 等得很晚再回家 我们也不希望说天天早上 去台北上班的时候上不了班 这点我们会做到 那我想市政是一棒接一棒 我也要感谢林友昌市长 在任内大力的来规划 推动转战的进行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设 我想可以不分党派 的大家共同 来努力来合作 那也应该 把过去的努力呈现出来 也把现在大家努力的成果 展现出来 这都会对基隆市民 或是相关的通勤族来说 会是最关心最关注的 里面的月台数 跟这个进驻的路线数 我觉得因为我看过其他 这个都市的这个转运站 这个我们基隆市的转运站 真的是非常具规模 而且非常舒适 那它其实就是把我们所谓的一些 这个客运 国道客运 然后包含一些公路的这个路线 然后都把它做到我们的这个转运站里面 就可以来等候 然后可以来上下车 所以这真的是让大家以后 不用再风吹日晒雨淋了 那当然接下来 我们在基隆城际转运站呢 这边home去也会再设置商场 然后可以让整个内部 让很多很多的朋友 可能在等车的时候 还可以去买个早餐啊 然后甚至可能吃个饭啊等等的 我们会让这个城际转运站 未来可以更加的便利 基隆转运站包含19条国道客运 33条市区公车 民众可以在转运站舒适等车 不用再忍受日晒雨淋 往外走到公车亭 就可以转乘市区公车相当便利 而针对转运站刚启用 大家可能对动线还不太熟悉 市府交通处表示 将持续加派人力引导市民搭车 全力做好相关服务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新北市的年度盛事 2024新北市儿童艺术节 将在7月13到21号 每天下午4点到9点 在新北市市民广场 与板桥区的府中广场登场 新北市儿童艺术节 今年以怪兽王国为主题 以缤纷色彩艺像打造怪兽王国 融合大小型表演 艺术装置 手作体验 市集设计参与等一系列丰富活动 邀请来自西班牙的剧团 以及如果儿童剧团 狂美交响拐乐团 安徒生与莫扎特创意剧团 游游家族等表演团队 打造多彩多姿 独一无二的怪兽王国 大朋友小朋友 来到我们新北市的板桥区 那在我们市府大楼前的市民广场 还有在我们板桥区的府中广场 我们有六大这个欢迎大家的一个方式 来做相关的这个怪兽王国的活动 包含了我们有怪兽小镜 怪兽故事屋 怪兽城堡 等等相关的这个怪兽王国的活动 那我们结合了有相当多各国的艺术家 包含了台湾 日本 还有墨西哥 还有西班牙 意大利 还有我们国内各大的艺术家 还有相当多的表演团体 在我们的7月13号到7月21号 在我们市民广场 跟我们的府中广场 新北市长朱匹之出席 启动记者会表示 新北市儿童艺术节 办理迄今已经16年 已经累积660万参加人次 今年以怪兽王国为主题 由儿童经典IP怪兽们 带领大家进入怪兽王国 展开奇妙的冒险旅程 都有非常精彩的表演 跟相关的活动 都欢迎我们暑假期间 在全台湾还有在我们新北各地的大朋友小朋友 带着你们的欢乐的心情 来到我们这个地点 共同的来参加我们新北儿童艺术节 就各位想要问一下因为每年都很多人参加 在交通运输上面是不是也能做好准备 是的我们这个地点 其实大家要来是相当相当的一个方便 我们欢迎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可以搭乘捷运 搭乘台铁 搭乘高铁 到我们的板桥车站 那从板桥车站走出来 就可以来到我们板桥的这个市民广场 来共同的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 儿童艺术节的活动 欢迎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大家一起来 记者一根基新闻长报道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齐美医院举办2024年 在宅急诊照护国际研讨会 邀请来自美国 新加坡 日本和台湾的专家 分享各国推动的宝贵经验 和前瞻性的见解 吸引了近300位国内外医疗 护理与长照的专业人士参与 齐美医院帮健保署 推广在宅急诊照护示范计划 将于今年7月1日开始实施 随着人口高龄化 居家医疗需求与日俱增 加上新冠疫情 改变民众就医习惯 在宅急诊照护 远然成为未来医疗关键的趋势 今天我们邀请的三个国家 从美国 新加坡 日本 那还有我们台湾的贵宾 来为我们讲解 在宅住院 在宅急诊照护的最新发展 齐美医院是台湾第一家医院 来推动在宅住院 在宅急诊照护 让患者能够在家里享受到幸福的医疗 那我们这一次 也帮忙健保署 来推动在宅急诊照护的计划 很高兴在7月1号上路 在上路之前 我们特别邀请国际的贵宾 来交流国际的经验 也协助台湾在宅急诊照护的推动 希望能够顺利的上线 身为在宅急诊照护领头羊的齐美医院 上午特地举办国际研讨会 邀请美国、新加坡与日本 和台湾专家分享各国的经验 由美国哈佛医学院助理教授 同时也是麻省总医院的急诊医师 Jerry 分享透过科技 提供患者在家高品质的医疗服务 以及新加坡圣港综合医院 资深急诊顾问 郡分享该院两年来在宅急诊照护的经验 与新的医疗照护模式 要怎么样把高品质的医疗照护带给患者 让他们在居家的舒服的环境呢 就能享受高品质的医疗照护 我们在美国 在很多全世界的地方都看到说 在宅急诊照护的模式 能够为患者提供更好的育后医疗体验 也能降低相关的医疗成本 也非常开心秦美医院作为台湾推广 在宅急诊照护的领头羊 能够来受秦美医院的邀请 来这边做分享 让大家知道说 透过科技 善用科技 善用科学 我们也能够安全的提供患者 在家高品质的医疗服务 今天很高兴受秦美医院的邀请 来分享新加坡在宅急诊照护模式的经验 我们新加坡已经推广 大概有两三年的试半期了 那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台湾 分享新加坡的体验 让大家更了解这个新的医疗照护模式 研讨会除了邀请各国学者专家 还有台湾在宅医疗学会 中华民国护理师工会全联会 与国内医疗 护理与长照等专业人士参与 希望透过交流 汲取国际经验 为台湾在宅急诊照护的发展 注入新的动能 造福更多的民众 记者林根台南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高雄市卫生局 大力整顿市区的环境卫生 杜绝登革热 因此开单告发了一辆 有决绝的废弃电动机车 但是因为这台机车 停在前阵区的一栋大楼前的公共停车区域 管委会就认为这个公共区域无法管辖 因此提出申诉 大楼走到前 地面上画有停车格 一整排机车停好停满 还有好几部是无牌电动机车 由于时至夏日炎热的夏天 让并没闻蠢蠢欲动 卫生局也加紧脚步 大力整顿市区环境卫生 而在前阵区的这一栋大楼 因为在公共停车区域的 一辆废弃电动机车上 发现了决绝 在找不到车主的情况下 大楼管委会遭开单告发 几次提出申诉后 并经议员协助 才得以理清车单 很用心的在检查 但是这部机车停满这里 已经很久了 那这个地方又是一个 开放性的一个空间停车场 不止他们大楼的人可以停 就是外来的附近的居民 都可以停满在这里 所以那部机车到底是谁的 也一直找不到车主所有权能 所以他们就以大楼下去开 我想这样子对大楼来讲 是非常的不合理 这边经由交通局 大概十几年前 已经来规划成属于停车 机车的停车场 那完全是可以对外开放性的 所以我想这个权责 不应该是完全由大楼来承担 登革热属于法治传染病致死率极高 高雄市政府历年也投入 大量的人力物力加以防范 市议员曾光峰则认为 民众对于登革热的防治 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和配合 卫生局在执行任务方面 也应该多加注意 避免产生误会 几乎我们所有高雄市的民众都知道说 登革热到底是怎么传染的 到底怎么样去做防治 顺德青刷 其实这些动作大家都耳熟能详 但是当然还有很多细节上 在执法上我们也希望说 很多的民众其实都有在遵守 不过我们也发觉说 像大楼很多的旁边 刚好有一些可能是屋主 长久也没有住在那边 那因为开单其实也没有注意到 有时候会把这样的一个单 把它可能移误掉 或者再把这样的单子 其实就把它嫁祸给 我们的大楼管委会 所以我们这个个案 其实是有一点奇怪 那我们也经过我们的努力争取 其实机管处这边也同意 怎么样去把它做一个回归到真相 本来就不是管委会 我们希望这个 当你开单是一个非常 是一个只是一个手段 但是重要是误望误望 由于瑞华里内大楼相当多 类似公共区域更是不少 为了避免这次的风波再次发生 里长表示 会加紧清查废弃车辆通报后移除 也请车主多多配合 莫在占地闲置 记者张世民高雄报导 为了要协助单身的朋友 顺利找到幸福 台北市政府明镇局 宣布台北恋爱小学堂 下半年开学咯 从7月28号起 将举办25场次的主题联谊活动 全地幸福第一棒 来 进行通 台北市长角雄丸与明镇局长 陈永德等人一起体验 联谊互动游戏 结果第一次就成功 角雄丸也透露 自己第一次参加联谊是在高中时期 联谊的对象则是中山女高 我那时候念建中 然后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加联谊 是跟中山女高 台北市中山女高联谊 那大家也知道联谊 不是就结束 联谊活动完 还有很多后续的联系 但都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所以我这边要振动澄清 这个我才要联谊活动 只是当绿叶当配角 为了协助单身朋友 扩展交友圈 顺利找到幸福 台北市长角雄丸扮演爱神邱匹特 射箭宣布台北爱情小学堂 正式开学 从7月28号起 将举办25场次 包含摇摆舞 花艺烹饪 甚至还有密室逃脱等 多元主题联谊活动 呼吁单身朋友把握机会 赶紧报名 让大家能够在很轻松 这样子相互交流 然后比如说花艺跟烹饪的过程 大家可以谈谈心 然后共同的目标 然后做吃一顿很好吃的美食 然后彼此认识 我想还有很多户外相关的活动 都可以大家一起参与 所以我们希望 透过这样的联谊活动 让很多单身男女彼此更认识 然后就像 雪豪跟善真一样 可以结尾连礼 所以我们有25场次 那每一场次大概是40人 我们不会太多 但刚刚好 所以预计大概有1000人左右 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 尽量的参与共枪盛举 已经是三宝爸的 蒋娃安熟练的抱起小宝宝 这位小龙女是王选豪 及许善真夫妇爱的结晶 两人也是透过台北市 内湖区公所举办的单身联谊活动 相似相恋 进而走上红毯的另一端 其实后来我们发现 我们其实在大安那场的联谊活动 也有相遇过 所以其实就是非常的有缘分 我们当时参加联谊活动的时候 也是很腼腆害羞的 幸好工作人员都很友善 而且活动也蛮有趣的 记得当时主持人是用小游戏来破冰 然后我们换桌聊天 最后我们进行户外的活动 整体的这个联谊的规划活动 都非常的多元有趣 所以让我们很享受 而且很喜欢整个的联谊 町湾安也宣布另一小好消息 很受好评的台北市联合婚礼 将在9月8号在南港展览馆登场 为了鼓励新人踊跃参加 台北市政府也推出 《住婚好礼》三部曲 除了参加者有机会抽中最大奖 马尔蒂夫密院旅行外 多家家电厂商也热情赞助 多项实用家电 只要参加新人在婚礼 一年内怀孕 还会在宋上厨余姬等家电好礼 还有参加北市府今年举办的 单身联谊活动 并在一年内结婚的新人 还加码自证电子锅等结婚好礼 我们都非常欢迎年轻的朋友 参加我们的单身联谊活动 认识彼此交朋友 下一步参加我们的联合婚礼 然后成立小家庭生可爱的baby 一年内如果步上红毯 三个阶段我们都欢迎大家 一起来参加一起响应 北市府方面表示 联合婚礼及日期开放报名 到7月11号为止 才线上报名 限额80对 额满为止 只要在台北市涉及 或就学就业的准薪人 都可以报名参加 北市府期盼 透过各项措施 给年轻人成家育儿最实际的支持 打造台北市成为年轻人 愿婚乐生安心养的幸福城市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新美市民政局 预告2024新美市联合婚礼 幸福相伴情敌今生 将在9月28号新装典华浪漫登场 参加联合婚礼的新人 除了可以获得总市价 16000元的十大好礼外 还有机会抽中金对戒 及家电等多项大奖 欢迎新人踊跃报名 新北市政府联合婚礼记者会 现场安排小朋友们唱跳 我好爱你心都暖了 给予新人们祝福 副市长刘荷兰表示 每年联合婚礼有一百对新人 代表祝福新人们婚姻圆满 而每一年新北市都以不同的巧思 来设计婚礼 希望为新人留下美好的回忆 那这一次最大的好礼 第一个是我们场地做的改变 我们有一段时间都往户外的方式去办理 那这一次我们把它改回室内来 到新庄点画 所以第一个好礼就是让大家一起来参加的婚礼 是在一个我们很习惯办的一个 这个结婚典礼的餐厅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赠送的 只要这一次抽到前100对的 我们送10项的好礼 很多的家电产品都放在里面 那第二个就是现场 当天我们还准备了50份的现场礼 最大就是我们的对届 有两份的对届 还有很多这个电器用品 包括65寸的电视灯 这些都是提供给我们的 这个参加的新人可以来参与的 可是其实最重要的是 我们希望借由集团结婚 让我们这100对新人 一起跟我们的所有的 新北市的乡亲们宣布 我们结婚了 我们要共主新的未来跟家庭 那刘贺兰指出 新北市为鼓励婚育 每年接举办多场主题式单身联谊 更在今年规划全国首创之婚育措施 让参加同场次单身联谊 步入婚姻的新人 免抽签直接参加联合婚礼 而在措施开始的第一年 就有新人寻此模式录取 很感谢参加本市111年 单身联谊和修成正果的赵先生 张小姐担任这次的联合婚礼宣传大使 和大家分享喜悦 第一个就是除了半岸单身年龄 就是在集团结婚过后 只要这个有生育的 怀孕的时候我们就有好运专车 然后生育我们原本第一胎 第二胎第三胎是2万2万3万 今年市长宣布加码 3万4万5万 那包括第四胎以后 我们都是用5万的方式来加码补助 其实这些补助的额度 对我们新人来讲 不见得可以帮助多少 可是这是代表我们的诚意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广设 我们的这个公共托育中心 我们的这个公共化的幼儿园 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幼教的体制 这个初等教育等 我们都会把它办理得很好 其实就是希望让我们的年轻朋友 敢结婚 敢生小孩 那政府部门 公部门 再提供比较好的教育环境 让我们的这个新人 生完小孩以后 有一个托育的环境 纽荷兰也说 为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新北市也有提供 有系统的持续性养育资源 除备有完善的生育补助 及公共托育外 明年起更提高生育奖励金 发放金额 第一名新生额补助 新台币3万元 第二名4万元 第三名以上5万元 期盼新人乐婚怨生能养 记者也根据新美台湾报导 再带一来看 北捷探索队特展 即日起到10月31号 在台北探索馆展开 复刻捷运列车的样貌 还有特色捷运车站模型 互动游戏 让民众一秒化生成 月台广播配音源 一探台北捷运的发展与日常 录下捷运广播 熟悉的声音由您来配音 这是台北市观传局策划的 北捷探索队特展互动游戏 7月1号起到10月31号 在台北探索馆展出 除了游戏 还复刻北捷车厢样貌 让民众走到台北市政府里头 搭捷运 今年2024是台北的交通安全年 也是捷运公司成立30周年 也是我们大力在推绿运输的年代 所以透过这次的展览 我们期待全体的市民 包括外线市来参访的民众 都能够提高对于绿运输的 这种重视程度 给大家能够积极参与 爱地球的活动 所以我们这次的展览 希望透过捷运 从开发的过程 一直到现在 赢的成果等等的 能够让民众更加的 对于交通安全的重视 还有律运输的重视 我们这次的互动里面 有民众可以自己来录 我们捷运的广播声音 录了之后 可以下载之后 传给朋友来分享 那另外有一个彩绘活动 那之外还有一个光雕 所以其实其中设计了很多互动的游戏 可以让亲子同游 也可以这个呼朋迎办 大家一起来这里观展 并且观展之后呢 还可以参加抽奖 那所以其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活动 从现在开始到十月底子 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 还有各县市的朋友 都能够到台北探索馆来参加 来观展 捷运小知识里面 大概可以请我们的这个参展 就来观展的朋友们注意一下 我们比如说捷运哪一条路线最长 那哪一个捷运站的出口数最多 等等的 台北捷运通车 营运资金已服务超过130亿人次 再送着人们往来不同的目的地 可说是陪伴许多人 无数回忆的运输系统 一系列的小知识也在展览中呈现 帮助大家回味当年 那捷运系统在台湾的交通纸上 它是一个非常受注目的 一个重大工程建设 想当年三七年前 我们捷运局六件齐发的时候 那一种盛况 是台湾所谓的工程界 工程史上首发 而且是影响层面之大 那个是在当下是很难想象 所以我们也很高兴 能够在这个阶段里面 一刚开始我们在做的时候 当然就讲六件齐发 一刚开始在做的时候 是承接了国外的技术跟经验 也就是国外部问团 那接下来经过我们的地点之后 自己再往后从初级入楼做到目前 那目前自己公里152.3公里 跨双北 那我们现在每天的服务旅客 大概有200万 接近200万的旅客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大的 绿艺术的交通 那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有一个 吸手合作三十年的捷运公司 捷运公司跟我们一起 吸手合作 那捷运公司不仅在 业体上很认真的专业 跟在营造 所谓的城镇环境 它不断的一直在创新 所以台北市双北市政府的民众 非常幸福 能够在世界一流的捷运里面 有这样的交通运输的服务 那也让台北市成为 亚洲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之一 我们不是为人之一 那我们未来 有没有其他工程 有跟大家报告 我们现在在建工程 还有48公里 规划工程就是民生细致段 台北段10公里 加起来总共还有51公里 也就是说 我们在十年之后 会迈进了210公里的营运路往 182个车站的营运路线 所以未来这个城市会变得更精彩 而且交通更便利 这个很多现代的小朋友 都是跟捷运亲掌的 其实我也是 我们民国76年 念大学之后 我们那时候就开始说 我们国内的首条 或是说这个台北市的捷运 要这个 该讲到六届旗吧 或是万届旗吧 我就是在那个 这个学生时代 就感受到 这个捷运 即将改变我们的生活 那当然一开始 我们都这个在工程期间也很多的困难要来克服 包含这个在市营运的时候各方面的一个挑战 那85年也刚好就这个记录了公司 那就一路公司这个85年通车 我们现在其实刚才提到已经通车28年了 那公司在通车前两年成立 所以今年刚好是这个30年了 那其实公司30年的一个过程里面 大概也可以分 假设五年是一个阶段 其实已经可以大概 概分成了这个六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我们这个 一年一年一条 五年五条 马特拉不拉 自以拉的阶段 那第二阶段第三阶段 事实上这个路线还是不断的在延伸 那时候第二阶段我们公司的这个可靠度 所谓可靠度就是系统稳定的一个程度 那时候已经延续了五年 是世界第一 当然我们现在成绩比那时候 已经又好到不早几倍了 我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之后在这四年期间 我们中红绿局蓝五条线 都有各种程度的一个延伸 那之后这个公司也受这个 施政国委托额勒猫然小巨蛋 在这个移众我们公司的一些机械 还有这些电机的一个专裁 来提供市民服务 那当然这疫情期间 我们这个客收就损失了一百亿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但是我们这个在市民的支持 跟这个任性的我们的一个企业任性 我们还是这个走过了这样的一个残淡的一个期间 我们刚才局长提到 我们现在孕料有恢复到每天两百万人次 那累计的孕料在今年要达到一百三十五亿人次 那这个是在国内所有的运作业 是非常高的一个运作量 特展由HIGH派人声乐团 以阿卡贝拉演唱捷运近战音乐 为特展开幕天菜 除了带领大家认识台北捷运 也有许多小志工研席音 逃生体验任务闯关体验等活动 欢迎搭小朋友一同来参加 好 在邮警长官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新北市政府 攜手观光工厂 推出了低碳旅行 从7月1号起 将有一系列精彩的活动 提供套票优惠 抽奖等好康 活动将持续进行到12月31号 欢迎大家畅游新北的观光工厂 暑假到了新北市政府 为了搭上庞大的旅游旺季商机 与新北市的多家观光工厂 攜手合作 推出青春造一下 新北观光工厂低碳清旅行行程 同时寄出多项优惠 包含半价自选行程 游览两家观光工厂 八条不同的主题巴士游城 以及抽奖活动 那我想这个暑假这边就是在光工厂这边 一直都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那光工厂它本来就有一个娱乐 以及教育兼具的一个意义在 所以在暑期这边提供给我们新北县 一个全家都可以安心 然后快乐放松的一个 暑假的一个活动的去处 一直都是我们经济发展局在 努力光工厂部分的一个工作重点 那很开心 今年我们又开始了 那所以这个我们今年推出了像这个 套票的部分 其实非常的优惠 300元 你就可以任选我们两家观光工厂去 那我想这些不管是什么 不管是教育的意义或是娱乐意义 都大于这个票值 金发局主秘陈梅秀表示 新北市观光工厂 从民国98年起开始进行辅导 给予业者相关协助 并透过有线电视业者进行数位推广 于19家业者 还有市政府教育局管理局等和公司 部门资源 强大暑期旅游旺季的庞大商机 透过推广观光工厂旅游活动 打造适合亲子一同出游的休闲景点 行销新北产业文化 这个观光工厂 我们从98年开始 我们开始进入这个辅导 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协助 那在这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尝试了很多的努力 那包括今年我们可能也要开始 从跟有线电视这边去结合去 尝试做一些数位的一个推广 那我想我们新北的观光厂 目前包括加上产业文化馆 总共有19家 那这过程里面 包括我们跟教育局的合作 那我们再来7月份 我们还会跟观光局这边 做旅展的一些推广 金发局表示透过串接观光工厂 及周遭商圈 特色景点鼓励民众深度探索 体验新北观光工厂 即产业文化馆 同时提升业者的知名度 及品牌热度 记者也根据新媒体能报道 明年是蓝宝石大歌厅 歇业30周年 高流中心将推出 记录蓝宝石的秀服特展 影音计划和记录片 让大家更了解歌厅秀场 大家好 我是豬哥亮 感谢我们记者朋友 为了不少大伙讨论 在这里开记者会 熟悉的朱哥亮声线 又再度呈现在观众眼前 对于五六年级生来说 蓝宝石大歌厅和朱哥亮 可是一点都不陌生 蓝宝石大歌厅 是台湾歌厅秀场文化的孕育基地 明年也是歌厅歇业30周年 高流中心对此推出了 蓝宝石系列的影音计划 不只还原当时蓝宝石台著主持人 朱哥亮的造型和声线 之后也会推出纪录片 以及口述历史的展览 让人走进蓝宝石璀璨的时光隧道 其实最难的就是台语的表达 对 我们写的文字稿如何 透过模仿朱哥亮朱大哥的语气 去把它说出来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语调 速度 我觉得这是很难的一个过程 我们会从蓝宝石大歌厅 衍生出一个秀服的特展 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连续两年推出 蓝宝石大歌厅演唱会 今年特别邀请到胡瓜担任主持 希望不只复课 还能复活蓝宝石 瓜哥会希望说透过他今年的参与 那今年希望借有这样的方式 透过一些新的台语歌手的加入 让蓝宝石大歌厅有新的面貌 能够让有更多的心血能够加进来 两天演唱会适逢父亲节前 高雄中心希望民众可以吸家带卷 不只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可以重温当年 也让年轻人认识台湾曾经灿烂的流行秀场 想要知道专业的记者怎么采访新闻 报新闻认识传播新科技 与培养媒体试读能力吗 桃园市政府主办的有线电视媒体体验营 从6月17号起开放报名 欢迎对新闻采访工作有兴趣的同学们 踊跃参加一起参阅传播新宇宙 大家好我是迪佑成 桃园是110 大家常常在网络跟电视上观看新闻 那你知道新闻是怎么被制作出来的吗 想亲自体验当新闻记者跟主播的工作吗 桃园市有线电视媒体体验营 就能让你统统体验一遍 桃园市政府委托北建北桃园与南桃园有线电视 办理有线电视媒体体验营 开设国小中高年级组跟高中组 欢迎对新闻采访工作有兴趣的同学 永远报名 包括你怎么样选财 你怎么样在把这个 记者派出去采访你要的角度 到最后怎么过音 变成一个完整的SOT 一个完整的新闻带 最后当然我们也有主播的体验 所以我们的学院可以 从第一步到最后第一百步 每一步都能够体验 在整个新闻的直播上是怎么样的进行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流程当然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知道说 原来一条真实的新闻能够呈现真相的新闻 它是需要很多的求证的历程 所以这个也是在无形中我们可以达到 然后我们想要让我们的学院培养媒体试读能力的一个方法 有线电视媒体体验营根据国小与高中组规划不同程度的体验课程 不仅能了解有线电视的影音与宽频服务 还可以在专业记者的陪同与指导下挑战完成户外新闻采访 大家常常在家里看电视 但这个线路是怎么迁到这个各个家庭的 它的工程的原理是什么 我们会有一些简单的介绍 那当然我们今年还有很多新的做法 包括我们会让我们的学员亲自参与专题的制作 那我们也会邀请我们过去这个高中的学姐回来 跟我们的学员做分享 那当然呢我们也有前进校园主动 跟我们这个有兴趣的未来的潜在的学员们 宣传我们今年的课程 所以其实我们今年也花了蛮多的心血跟心力 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参加我们今年的媒体营 由于现在假讯息诈骗猖獗性评事件也评传 因此在媒体营的课程当中 也安排媒体试读与性别平等课程 除了将正确的观念向下扎根 也希望让同学们将知识带回去分享 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家庭教育 对于学校教育之外 而透过性评的这个观念的这个强化 我们可以补足了社会安全网的这一块比较弱的部分 那这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良性的循环 我们的学员除了自己本身有这样的观念之外 未来回到学校 当他的同学或是同侪 有遭遇到同样的这种讯息的侵扰的时候 甚至是他这些比较不当的这些对象 对他有相同的行为的时候 就可以很立即的反应 那当然这样的观念呢 也能够带回家里跟家长做一个分享 有线电视媒体体验营报名时间 从6月17号到7月5号 活动有国小中高年级组6个场次 高中职组3个场次 总计有9个场次 欢迎想要过个抽时暑假增广见闻 体验电视记者跟主播工作内容的同学们 踊跃上网报名 一起穿越传播新宇宙 为了要培养青年具有国际视野 并让世界看见台湾 金车文教基金会发起 飞扬国际志工支持计划 与台湾国际青年文化交流协会 攜手合作 支持德国青年志工到台湾教育资源缺乏的乡镇 进行一整年的教育交流 长期关注教育议题的金车文教基金会 这次与台湾国际青年文化交流协会 共同合作 邀请两位来自德国的青年志工 来到台湾偏乡学校及双语教育重点学校 进行整年度的英语教学及文化体验课程 如此不但可以为学生增加国际视野 同时也能让世界看见台湾创造多营 与台湾国际的这个计划 我们觉得是一个三营的计划 不止对来的外籍老师 他们可以更了解台湾的文化 然后更了解台湾的风土民情 另外对学校也是一个 让学生们可以接触到不同的国家的外籍老师 安格尼斯来到我们学校 给予我们学生很多的 带来很多的特别的东西 例如他有 因为他是德国人 所以他给我们一些德国的文化 那当然他也入班 来跟孩子用英文来对话 那我们也办了很多的相关的活动 像万圣节 有很多的活动 像圣诞节 这些活动 那让台湾跟德国 怎么样去过这个节 有不同的看法 来自德国的安格尼斯 曾在家乡学过三年中文 在课堂上 不时会用中英文交替讲课 很受到学生欢迎 安格尼斯表示 台湾学生看到外国人容易害羞 比较不敢开口讲英文 他也会用鼓励的方式 让学生勇敢尝试 上课的期间 其实安格尼斯老师 非常的亲切 而且我们有时候 会跟他聊天 那在跟他上课的时候 其实我也有尝试 去跟他多去聊天 用英文去沟通 其实这样子下来 我觉得我的英文口说能力 其实有特别的进步 国际志工老师 就对我们帮助非常的大 因为在台湾的话 就是只能认识到我们这里的一些文化 但如果有国际志工老师来 就可以认识到别的国家的文化 台湾的学生比较害羞 然后他们好怕他们会说错的 但是我要跟他们说 加油你们都可以讲英文 只要鼓励他们 更加英文 然后不要太愚蠢 去跟外国人 很多的台湾学生 都很害怕做错 但我希望 因为我不是教授 但我只是教授 他们可能会不太害怕 说英文 同样来自德国的Lisa 目前在南华区的西埔国小服务 她说 学生透过不同国家的志工 学习到英文 这样是件很好的事 在教学时 她也会利用游戏的方式 增加学生学习意愿 I think it's a really good opportunity for the students to have a volunteer from a different country to practice their English speaking skills and have because the volunteer it's like in the school around like all day long and not just in the English class so for example sometimes in my school I play some games in the break with the students so they can just learn English more kind of naturally and just it's kind of fun for them like they can play games and at the same time Agnes and Lisa 将在八月份 结束台湾这边的职工服务后 反国 相信 两人会带着 满满的回忆与祝福 回到他们的家乡 金车文教基金会 这次也特别邀请台南在地 长期推动青年参与 志愿服务的 俊逸文教基金会 共同协助推广飞扬国际志工 支持计划 让更多人关注教育议题 记者张硕为台南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挂在基隆市议会议长室内 基隆版的清明上河图 出自于现年23岁 年轻女设计师兼画家的李沁之首 她用画笔记录当代基隆市民的生活方式 建筑及著名的经典 大家好 我是李沁 在这边看到在画画的这个人就是我 那很高兴 议长可以邀请我来画这张 挂在迎宾市的基隆36景 眼前这位现年23岁充满朝气活力的年轻女设计师兼画家李沁 就是这幅高挂在基隆市议会议长室会客室里面 被称作基隆版的清明上河图的作者 充满创意的她 不吝啬让自己客串一下 把自己也画在画里面 而这幅基隆36景其实有一个很有趣又困难的挑战 就是我们要把基隆这一个城市 它所有精彩的景色全部都容纳在这一个 450公分乘以150公分的平面的画面里面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构图里面呢 很多景点 它的角度其实不是共用一个透视 它其实是经过设计的编排 然后把它拼接在一起 然后都把它最有趣最有辨识度的那个角度 就是传递给观者 不只基隆港口景色 也有基隆庙口 以及著名的庆安宫、妈祖庙、委托航、中正公园 天鹅洞以及海科馆等 包括基隆著名的景点、地景、庆典活动 总共36项足以代表基隆市的景致 都浓缩在这幅基隆版的清明上河图里面 要画出这幅450公分乘以150公分的巨型压克力画 非常不简单 李庆说因为画实在太大 他足足跪了两个月来完成这幅画作 这幅画的尺幅太大了 那我没有办法说 在家里空间没有办法挂在墙壁上 我只能把它平铺在地板 那我就是用跪着的方式 来一笔一笔地把它画出来 对 对 画到齿神经麻掉 后来就有去打针 那休息现在也比较好 所以是可以画下一张哦 这幅36颈它是用压克力来画成的 那其实压克力的颜料 它也是一种可以厚涂的一种媒介 只是它是相对更快干 然后在我的使用上 我会觉得它的颜色比较饱满 然后搭配上呢 我是使用胚布去绘制 就是说我没有另外去做打底 或是买现成的画布 就是用很粗糙的表面 上面就直接上了压克力 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故意 让它这样呈现一种基隆的粗糙 或说深层 比较深层又饱满的颜色 所以这一个视觉 想要呈现的风格跟美材 都是特别为了呈现基隆的感觉 所以去设计的 李庆非常感谢基隆市议会议长 童子伟的赏识和信任以及建议 让他自由创作这幅画 可以画出充满基隆味道的36景 介绍给来自国内外的贵宾们 在会制的时候我有特别去观察我们基隆的可能是铁锈的颜色 海的颜色或者一些地面气味的颜色 要怎么样用颜色把它表现出来 然后所以这次才有特别的用心 然后希望大家在观赏的时候 可以感觉到说这个颜色好像 蛮有味道蛮有一个基隆这个城市的韵味 议长童子伟表示和李庆认识在上一届 还在担任议员时期 李庆当时还是大学生 但是看中李庆这位年轻人满满的创意和能力 几个月前特地邀请他来画这幅 名为基隆36景的压克力画作 也让童子伟非常满意 我的想法是画了一幅基隆的一些地图 让我方便可以介绍给我们的外国的来宾 或是其他县市的这个长官好朋友 可以方便介绍我们基隆 那我就想到了这个我在上一届担任议员的时候 我认识的这位小朋友叫做李庆 那时候他读大学 他来找我拍一个这个手指的一个影片 那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天才 因为他要得奖 他去参加世界级的比赛 所以我就觉得说啊 我们是不是有这个机会 来这个再邀请他 在我们的议长室 来放一幅这个我们基隆的这个 属于我们自己专属的地图 那因为他是我们非常重要地方 创生的一个环节 我们一直以来 就是希望我们在地的年轻人 有机会在地可以发展跟发挥 所以我们就希望他可以 帮我们画一幅这个很不错的画作 事实上成功的证明 外宾来都为之一亮 那也把我们基隆的36个景色 非常重要的景色可以凸显出来 而且又带了一点趣味 然后也把我们的文化历史 还有我们的文化底蕴都放在里面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现 那也谢谢李庆 我们愿意我们提供给我们基隆市议会 这么棒的一个画作 让我们来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国宝及宋朝绘制的清明上河图 由故宫收藏享誉国际 而被称为基隆版的清明上河图 则是在基隆市议会 议长室会客室里面 作者李庆很谦虚的表示非常荣耀 感谢大家的赞美 首先我很荣幸 然后也觉得很开心 大家有感觉到我想要传达的这种 记录基隆当下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它生活的样貌的这一个意图 它其实这恰恰就是基隆36景想要传达的 也是希望说透过一个画作 可以把我们现在的生活景象可以记录下来 虽然绘画方式历史价值完全不能比较 不过意境内容是类似的 同样是记录当代基隆市民的生活方式 建筑以及著名的景点和地景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 去年出现了两只菱角梢 今年更多出了两只小的菱角梢 呆萌的模样相当疗愈 睁着圆圆的大眼睛 站在树上动也不动 但有风吹草动 就立即转头警戒 去年8月台南花园水稻博物馆 出现两只保育类菱角 今年2月却突然消失 让不少人感到可惜 但管方日前又再度发现他们的踪迹 这两只菱角梢不但回来了 而且还带了三只的小菱角梢回来 呼吁游客能够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尽量的放松享受 但是不要去打扰他们 能够让他们继续在这里生殖繁衍 零角梢一家五口回来定居 管方又惊又喜 专家指出圆区内树木高大 职业茂密 隐蔽性购 零角梢有咒服夜出的特性 所以被选中七席 这也解释为何先前会长定点出现 对于夜行性的动物来讲 他们最敏感的就是照应 白天有人的活动 那夜间大部分是处于没有人的状态 那这样子的条件 对于零角梢来讲是非常合适的 水稻博物馆是国定古迹 有着多元生态 之前就曾有保育鸟类黄梨朱梨先生 还有黑罐麻鹿竹巢 加上这次零角梢家族 都有重要自然保育意义 未来也将持续深耕 环境议题发挥教育功能 记者说回来谈的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推荐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